眼前民宅全面燃烧 消防队员拉起水线 从四面八方洒水灌旧 企图阻止大火伺机向外蔓延 起火点不断传出爆炸声 消防员无法靠近 只能出动云梯车 从空中洒水支援 才逐步控制火势 起火地点位在台北市环河北路上 移动木造建筑 火势扑灭之后 整条街道浓烟弥漫 附近住户被这场暗夜大火 吓得不敢待在家里 甚至有人只穿一条内裤 就仓皇逃生 暗夜大火发生在九号晚间十一点多 台北市大同区 因为燃烧的是木造老建筑 加上里面堆满资源回收物 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有看到的吗 没有看到的 炸掉了 看不到 他们也没办法看到 炸掉也看不到 我们现在找不到 起火燃烧的木造建筑 后方也有一栋民宅 在大火过后 消防队员进入搜查 竟然在里面发现一具消失 初步了解是一名73岁独居老翁 疑似行动不便 又遭到证物压住 被发现时躺在床上 明显死亡 它起火处就是空屋 它里面有放很多的 那个相关的资源回收屋 无人居住的空屋发生无名火 还带走后方邻居 欺寻独居老翁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火钓科 进一步调查理清 这些文化为套言 开续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 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静新闻